你怎麼會想念資工系? 其實我念資工系 其實我那時候不是很想念資工系 我那時候最想念的是數學系 我們那時候也沒什麼想法 我那時候真的還滿想去念電影 但是因為我們家裡那種環境 那種條件下是不可能的 後來我大一念完以後 我就知道我不可能再繼續念下去 但是你還是要念完 因為你已經在那個學校了 所以念得非常非常痛苦 慢慢的要轉行了 所以我開始就去看電影了 想拍電影了 但是我念這個是一個藝術學校 它完全是開放你自己 去面對你自己內在裡面要拍的東西 不是講故事而已 我拍電影不是因為我在廣告片待久以後 我覺得我要出來拍電影 是我一直就是想去拍電影 我覺得拍電影就對我來講 是一個非常 我覺得很早很早 高中的時候就想去做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你要一個不斷的去 去開拓你自己 去開拓你自己 所以我永遠覺得做導演應該是一個很長久的追尋吧 導演工作就是把你腦袋裡面想像的那些東西 把它拍出來而已 攝影師真的是算是整個劇組裡面一個最前線的指揮官 他是應該是比導演還了解劇本的 他應該很清楚說導演還有很多東西是沒有拍到的 所以我覺得攝影師本身 他是應該是一個很謙遜的人 他應該知道導演幹嘛的 但是他不會偶爾導演應該做的工作 他會躲在導演後面完成導演所做的東西 為什麼台灣導演那麼多人請家當產就會做這個 為了做這個工作 因為真的太好玩了 有什麼工作會讓你這樣無邊無回的 你帶著他們出去一起工作你知道嗎 那種工作有一種好像真的大家就是 但是野生動物放在那個外面的時候被釋放出來 非常有活力的感覺 有時候你拍到一個非常非常好的tag 你還不會覺得很滿足 但是你拍到一個無意中非常好的tag 你沒有想像的tag的時候 那高興就是真的很像樂透彩一樣 那當然你會有一些挫折感 你挫折感的時候你所有的那些工作人員 他也沒有離棄你 他覺得導演沒關係我明天再來拍 但是我只要想到我能去拍片 我能跟著這些人去共度一個月的美好時光 我就非常願意去做這件工作 我們不是拍電影要為了得獎 我們拍電影應該是要讓更多人看到 我們這是沒得獎沒問題 下一個人在下一個人前撲後繼的 一定有一天台灣一定會被看到 不是今年可能是明年可能後年 可能10年可能20年甚至50年後 踏踏實實把每個台灣電影做好 讓更多人看到你們的電影 不見面子 對你來說 有關 我看見你